1939年1月日本军队在河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 其实日本侵略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夺取大龙华地区 这个地区位于日本侵略者占领区域和抗日根据地的边缘 而且也是主要的交通必经之路 中日双方都很重视这个地方经常发生争夺战 不过这些战争的规模都比较小 后来在1939年初的时候 这里被根据地控制成为了日本军队的阻碍 因此日军决定调牌大量的士兵争夺这个地区 于是日本侵略者就在5月7日的时候向大龙华地区发起攻击 顺利占领这里以后 日军就开始在这里进行攻势修筑 企图通过这种方式长期地占领这个地区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的计划 中国八路军决定对大龙华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歼密战斗 于是我军就派出了侦察员侦察敌情 在掌握了大部分情况以后 我军就制定了最周密的计划 在5月19日的晚上 我军的主力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包围了大龙华 并且向日本军队的营地中投掷了数十颗手榴弹 在手榴弹爆炸的过程中 中国军队带领将士们冲向了日军的军营之中 最终我军不仅取得了大龙华歼灭战的胜利 而且还缴获了日本侵略者的机密文件 这批文件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